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28日,星期三 我们再来看一篇中国的一个消息吧 中国史诗级国债抢购潮 人民担心重蹈硅谷银行的一个负责 我们先来看这个消息的一个内容吧 大陆的券杉市场最近推出了史诗级的一个国债抢购潮 并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推至了历史新低2.1%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抢购潮出来 就是买的人多了之后 你的国债收益率自然就会下降下来 这其中约韩的信号 就是让这种北京当局感到的比较难堪 负责管理这种国库或者维护金融稳定的 中国人民银行对此做出了不通常的一个反应 就是说好,你们就别买国债了 是,是这样的 我们用最暴力的手段就咔掉了 但是其实也许很多的人他会当心 哎,这是不是又是国外的境外势力 对不对,也开始做空我们金融了 不是的,我们来看看啊 这些人都是谁在买这种国,对吧 谁在买我们的国债 我们只是买,对吧 我们想买它啊 并不是说我们是想把这个国债的利率 收益率打下来啊 我们只是想买国债啊 我们再来看看谁来买这些国债呢 其实主要是包括那些 中国的大部分投资人和农村商业银行 在长期购买国债啊 为什么大家做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包括就是 人们对大陆的一个经济的信心比较入网 特别是你说你有钱 你把钱投到哪去 你现在敢买房吗 敢投到楼市吗 对不对 不被亏死啊 你敢投在股市吗 对吧 你看中国的股票现在这个样子啊 要不是中国有国家对救市的话 你都不知道它能跌到几千点 我估计已经在两千五百点左右徘徊了啊 所以说这就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在国内的话 它没有一个重要的一个 有信力的一个投资手段 所以说大家才开始 对吧 你的钱总要对吧 你越没有投资手段 大家越把钱存到银行 你存到银行 银行怎么办呢 对吧 银行又说 那我不能说我刚把钱就放在我们银行 我带我们家这放着 我带给你利息 完了之后 我钱也投不出去 那投十页也不行啊 十页他也不赚钱 所以这些商业银行 投资者 他就买国债呗 对吧 国债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收益吧 起码跟通货膨胀差不太多吧 而不至于说 你钱都空空的放在这 就是贬值吗 所以你不能说是我们的商业银行 或者是 我们的一些 在境内的一些投资人 然后 给 给那个中国长麻烦 开始充当境外势力 然后 敞空中国经济 这不是敞空经济 我们只是想买点国债而已啊 所以现在 这种 人民银行就下来 不让买了 投资者对于这种传统上缺乏 这种资产的 缺乏资产的重燃热情 相当的不寻常 推动了 并推升了实验期 中国国债收益率 在八月初降至了 2.1%的一个历史低点 人民银行表示啊 担心债券市场突然逆转 可导致 这人民银行说呢 他担心这个 那个 这个 债券市场逆转 给那些抢购了这种债券的小新金融机构 造成巨额的一个损失 就像去年的这种硅谷银行一样 硅谷银行当时也是类似于这样 他们加了杠杆 对不对 因为百分之一 他们的收益来得太低了 他们会加杠杆去做很多的这样的事情 做完了之后呢 对吧 就是如果说他一直这样 像这种硅谷银行一直保持这个债券的话 他不会亏的 到期他就会拿出来 但是呢 你中间突然间转变了 导致他的账面上巨亏 那就很多人就会对这小的基础机构进行挤兑 对不对 他现在巨亏的话 他能不能撑到那一点 能不能撑到这种 国债能够 那个 给他连本复息的那一刻 他撑不到 那都是都白说 对吧 就会挤兑 他担心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 这是人民银行 比较担心的 就是经济学家们表示 更糟糕的是这种悲观看法 一旦形成是难你由转的 会使消费者 就是降低消费意愿 导致他们更愿意出去 这样会打击企业招聘和人的热情和投资吧 目前中国消费者信心低迷 民间投资就是脾弱不堪 消费者 价格值 CPI已经涨幅几近于零 就是对吧 表明支出不振 工业产能过剩 经济学家表示 人们试图通过 一直长期债券的一个收益率的下跌 来这种消除围绕中国经济通缩的一个担忧 不过他们强调 这种担忧无法取代 增加这种政府支出和其他 促进增长的一些措施 说的特别的惠色难懂 我稍微理解这就是说 还是老百姓对吧 就是我们都知道对吧 说这就肯定知道 大家不愿意消费 就是把钱存起来 能存起来 能有钱存起来的人也不错 对不对 他还是有钱的 但很多的时候是中国老百姓大部分人是没有钱的 因为很多人都把资产放在房子上了 那你还得还银行黄贷呢 现在就是偏偏我们喊的 对吧 这个失业率 那个不好找工作的 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并且还有这种驻美脱钩 外国 对吧 国外还比较担心中国的这种 对吧 新的大金额 电动车呀 然后这种太阳能板的和电池 都比较担心这个 所以说都开始加关税 就开始贸易壁垒 所以说中国 他会显得这种产能过剩吧 但是同样的 对于中国的这种制造业企业来说 也非常的不好过 并且他还叠加了这种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经济形势也不好 对不对 我跟你说 美国你看着这样的吗 几乎衰退 应该是说几乎板上钉钉了 所以说欧洲也都好不了 就是全球哪的经济 其实都不大好 也还是经过了这种 本来应该到一个调节了 对不对 应该是在2022年 或者那时候 2021年或者是什么样的 2020年的时候 有一个调节的一个过程吧 但是呢 正好赶上了疫情 然后各个国家的政府 又比较担心 所以说就开始大水漫灌 漫灌了之后 你会导致这种 导致恶性心环吧 原来该调节的时候 你没有调节好 那肯定未来的话 那调节的深度可能就会更大一点 所以说中国叠加了各种因素的影响来说 经济就是比较弱 然后中国又倒是股市啊 楼市啊 完全没有这种投资渠道的话 那就会说 对不对 前段时间中国还推出了这种 长期的 30年的国家 对不对 很多人还说 哎呦 谁买这些东西 对吧 很多老百姓觉得 担心 你抽这个人 就不会老百姓吗 坑老百姓吗 谁买30年 我当时我就发了视频 我就说 你不用担心啊 你想买你都买不着 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是给你的啊 你现在想买啊 对不起 你没有机会啊 那些金融机构 真的是 早就 他们早就要买了 你看现在呢 金融机构想买 移民银行都不让他们买了 所以说 你当时的担心 那不是 那不是白担心吗 总之来看吧 对 我们也要多关心一下 中国的一些经济吧 这真的是关心到 这老百姓们的 生活状况吧 所以说 多了解一点 都没有坏处 好吧 谢谢大家